中文字幕志愿者 离家已二年 人归落雁后 私发 再花钱 好 谢谢大家 明天就要上班了 大家这个年过得不错 这个 今天的这个初期 过去说呢 是人日 从初一开始 每天有一个动物 有一个生物 不能不完全是动物 到初期这一天 是人 所以古人叫人日 刚才念这几句 是人日诗 入春才七日 离家已二年 应应景 那么几句闲言 书界前文 接演西游记 西游记 正说到新的一难 唐僧师徒一行 来到一处山岭 荆棘 从杂 把所有的道路 都给掩盖住 三藏法师啊 骑在马上 心中焦急 这如何得度呢 那 您看 这不说 怎么过去呢 怎么能够 翻过山去呢 都不说 他说 如何得度啊 猪八戒 一晃身形 变成二十多帐高 大野猪 把自己上宝 肾金扒 变成三十余帐长 师父 要得度 还一我 这二十多帐高 大猪八戒 挥动三十多帐长 上宝肾金扒 在前面开路 拿这大耙子 搂动荆棘 杂草 藤蔓树枝 把这个道路 给闪出来 孙悟空 领着三藏法师 沙和尚在后面 挑着行李 沿山路而上 猪不戒 在前面爬了 这一通爬了 爬了整整一天 从日出 爬到日落 这座山没翻过去 你就想 多少荆棘 修记上 有一句话 世上谁人 无荆棘 不见西方荆棘多 谁没有荆棘 谁没见过荆棘 但是怎么没想到 西天取经的路上 荆棘这么多 所以列位 西游记写的这一回上面 其实也是个预言 前文书最后给您说了 荆棘岭这一段 不用给您 买什么伏笔 后面再出来什么石碑上面 写上荆棘岭 您都知道 这西游记大名书 您就知道这块叫荆棘岭 但这段荆棘岭的故事 其实也是大预言 这所有的荆棘杂草 藤蔓 纠缠不清 就是人的烦恼 我小时候看过一本书 那个时候上课 竟看课外书 数学老师最不待经我 除了看《红楼梦》之外 我还抄苏东波词 然后还干过点别的事 还看过点别的书 所以今天 为什么今天这个场合 最适合说这个 就是今天没有学生 今天这个 有学生的 这就不足以违法 这个学生听了以后 小坏 这不好 但这个 但是 我也不说我教坏 说课上看课外书就是坏 不见得 林语堂先生如何 梁石秋先生如何 林语堂 梁石秋先生都说了 自己的文学 都是在课上读 课外书读来的 这个所以我也有前辈 我也有效法 所以我在那个数学课上 经常看一些课外书 我记得有一个 有一本书啊 这个人叫 袁中郎 那他写的这个 这个 耻读 还是 就是书信 一个集子 那个是上课 从图书馆建来 那时候也看不懂 文言 反正瞎翻 看看看看 看到一封信 这个袁中郎 给自己朋友写信 袁中郎也信佛 但是呢 他给这朋友写信呢 说自己学活之后 现在的生活状态 那篇书信呢 整篇文章我记不住了 但有一句话 我记住了 他就说自己 现在这个生活状态 他说什么呢 说如一败叙而行 荆棘中 这是我高二时候看的 我记性还挺好 就这句话记住了 如一败叙而行 荆棘中 后面他说了一句话 步步牵挂 您仔细想 多形象 对 穿着破棉袄 还是败叙 您想想 一败叙 穿着一个破棉袄 走在荆棘丛中 这儿刮一丝 那儿刮一条 步步牵挂 您要是不学佛 可能觉得没事 学了佛之后 发现 反而 刚刚学佛之后 就发现 身边好多好多烦恼 怎么这么多 比没学佛之前还多 为什么 因为您 有智慧了 您发现这些是烦恼了 但是要处理它 不容易 那 真的叫 如一败叙而行 荆棘中 步步牵挂 所以这段荆棘岭 这个荆棘 也是个比喻 您别真落实 从北京到印度去 找一处地方叫荆棘岭 您找去吧 千万别坐实了 那么这是一处预言 那么猪八戒在这儿 为什么要显示它了呢 通常开路的都是孙悟空 到这儿了 猪八戒显情了 拿着大耙子 这一通搂 一来它这耙子 的确有这功能 搂个草 弄个荆棘比较合适 你让孙悟空 拿着金箍棒慢慢挑去 这也得费点功夫 再有一节呢 刚才我说那句话 西游记原文呢 猪八戒说得好 要得度还依我 这什么意思呢 我提醒诸位着眼 什么意思呢 您要别忘了 猪八戒的名字 猪八戒叫八戒 要想得度 须依戒律 是这个意思 要得度还依我 八戒 它名字里面有这个戒字 这个戒最重要 学佛的人都知道 佛教有三大类的学习的内容 或者学习方向 叫戒定慧 三学戒举其手 佛祖当初在世的时候 他是老师啊 反正我觉得最好的理解 佛教就是佛的教育 佛祖就是老师 那这个老师 做了四十九年的老师 四十九年的教学生涯 他也累呀 到八十岁的时候 后背疼 走不动啊 就在两棵树之间 扑一扑就躺下来 进入涅槃境界 要灭渡了 临灭渡之前 他的弟子啊 叫阿南 也有人叫阿诺 就问这个佛祖 说老师啊 您在的时候 您是我们的明灯 您能给我们指引 您能告诉我们 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我们有方向 我们知道该怎么去学习 可是您现在 如果灭渡之后 怎么办 我们就失去了明灯 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老师了 这怎么办呢 佛祖在灭渡之前 这个老师啊 就告诉弟子 说 世尊在日 以佛为师 世尊不在了 我灭渡之后 以戒为师 就是以戒律 做你的老师 来指引你的人生方向 来指引你的修行方向 这是佛祖的话 世尊在日 以佛为师 我灭渡后 以戒为师 所以 佛祖当年就告诉后人 之后的学习 要依靠你自己 你自己依靠谁呢 你自己要依靠这些戒律 那么这个戒 其实是梵文 翻译过来呢 是失罗 音译 就是失罗 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清凉 您还记得前文书 我跟您说火焰山的时候 就说过 佛教用清凉 来代表一种智慧 解脱 用这个烦恼 炎热 来代表那个烦恼 那要想除掉烦恼 要依靠戒律 由戒律 而能去掉那些热恼 能获得清凉 所以戒的本意 是清凉 所以学佛的人 归一三宝 佛法僧 归一之后 那再进一步的 要受戒 有五戒 有十戒 有八戒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戒律 比丘 沙尼 菩萨戒等等 有很多 这么详细的戒律 佛祖留下来 告诉后来的这些学生们 你们依靠这些戒律去做 就不会做出恶业来 就不会造出恶业来 能够帮助你的修行 所以以戒为师 那么西游记写到这儿 猪八戒 在前开路 他说这句话 要得度 还依我 古人没有加着眼 我替您说 这个地方您着眼 这是西游记的寓意 那么猪八戒在前面 拿这个九尺 钉耙 开了这个路 开了一天 没开完 开来开去 天色将晚 傍晚时分了 您看这个书啊 我为什么喜欢说西游记 老跟我特硬核 这个书说到这儿了 傍晚时分 另外呢 这段故事 离开季赛国金光寺金光塔 走到荆棘岭 这个季节到什么时候了 东去春来 又是一年了 西游记也冥冥之中 多有安排 我跟我的好朋友 曾经聊过这个 这我爱说西游记 这西游记里面 很多地方都给我安排好了 包括钱文书 所以说到这儿呢 冬去春来 这一天到这个荆棘岭这儿 走了一天 猪剑爬了荆棘 杂草藤蔓 天色将晚 爬了来 爬了去 一看 稍微有这么一块空地 稍稍的空旷一点 一看呢 立着一块石碑 石碑上有两行字 竹节过去 把自己的身形收小 拿这袍袖 胆胆背上的尘土 仔细一看 师傅师傅 您瞧 三藏法师翻身下马 来到这个碑前一看呢 模模糊糊 两行字 依稀可变 借着这么点余光啊 瞧见这碑上刻的什么呢 荆棘蓬盘八百里 古来有路少人行 八百里荆棘啊 八姐累吗 还行啊 吃点干粮吧 八姐 咱们就在此处休息一晚 明天再赶路吧 看起来 这一座荆棘 一时半会儿过不去呀 师傅 别歇着呀 快着点 我呀 正在兴头上 哎 您把祭赛国 送您那点干粮拿出来 我颠吧颠吧 趁着今天晚上 月色皎洁 哎 待会儿 咱们这一晚上 再继续爬了出来一条路 没准啊 到明天早上 再爬了爬了 咱们就过去了 师傅 不用歇 不用歇 和珠珠姐挺好 挺勤快 哎呀 三藏法师一看 快快快 从行李里拿出点干粮 让他冲冲鸡 主要给八戒吃 咱们都不要吃 八戒最辛苦 我这个好徒儿 最是勤劲的 花了半天的 逐渐 垫了点干粮 把自己上宝肾金爬 又抄起来 一晃身行 二十多丈 抡着这上宝肾金爬 继续 扒开荆棘 往前赶路 赶夜路 走来走去 走去走来 翻过一个岭 又是一个岭 过了这个岭 眼看着 明月当空 哎呦 诸葛姐也够累的了 是吧 歇会儿歇会儿 诸葛姐收着身行 仔细一看 前头不远 荆棘从中 隐隐约约 露出一个房顶 诶 诸葛姐拿这个耙子 耙了来耙了去 耙了到这个房子前头 一看 小小的一座土地庙 诶 这不错 师傅 不如 在这儿歇会儿吧 喘口气 待会儿再赶路 三藏法师过来一看 哦 土地庙 哎呀 这个地方 古来有路少人行 人都过不来 这儿修个土地庙干什么 孙悟空 仔仔细细 看着周围啊 师傅 多加小心 三藏法师师徒一行 就在这土地庙前头啊 暂时的休息休息 找块石头 三藏法师刚要坐下 突然呢 一阵风 紧跟着 从这土地庙后头 转出两个人 前面走的是个老者 这个老者呀 身穿一件绿袍 手持藤杖 头戴葛金 身穿麻鞋 身旁边呢 带着一个赤发红身的小鬼 这小鬼呢 两只手拖着一个大铜盘 这个盘子里头 诸葛姐眼尖 一眼就看见了 这小鬼拖着铜盘子里头 什么呢 发膏 白面馒头 另外呢 还有烧饼 都是吃的 拖这么一盘子 这个赤发红身的小鬼 拖着这一盘子煮食 跟着这老头 从这土地庙后头 转出来 啊 圣子 三藏法师不敢坐了 你看 老人家 您是 圣僧 不要害怕 我乃 荆棘岭 此山的土地 知道圣生 到此 我呀 特意献上干粮 圣僧 充气 一二吧 这位土地一说 我给您送粮食来了 您多多少少的吃点 充气一二 三藏法师一看 多谢老施主 猪不戒是饿了 伸手刚要抓 孙悟空在旁边 打的手 被子 小心 我看他 不像是土地 孙悟空话音刚落 再看这老者 和这赤发红身的小鬼 踪迹不见 突然之间一阵阴风 睁眼再瞧 三藏法师也没了 这一阵阴风 把三藏法师裹走了 师父 师父 孙悟空诸葛界 杀和尚可傻眼了 师父没了 准是被刚才这妖精 给裹走了 被风射去 这哥萨 到处找 师父 师父 满经级领着喊 去找这师父 那么孙悟空这找 三藏法师跑哪去了 被刚才这老头 和这个赤发红身的小鬼 化作这一道阴风 裹挟而去 三藏法师也不敢睁眼 闭着眼睛 一会儿的功夫 就觉得风生止了 脚沾了地了 三藏法师 这才把眼睛睁开 张目四望 哎呀 一看 好清幽的所在 树木葱杂 苍松翠百 桃红李白 流水潺潺 再加上明月在天 星汉皎洁 哎呀 松涛竹运 声声在尔 再一瞧 一弯溪水 溪水之上 搭着一座小石桥 溪水的岸边呢 三间房子 是用乱石堆砌起来 原木围住 原木的门窗 上腹茅草 显得那么的古朴雅致 毫不雕琢 三藏法师 放弄一看 哎呀 这是什么所在呀 再一看 刚才那个老者 还有赤发红身的小鬼 站在自己的面前 这个老人呢 身着绿袍 手指拐杖 这个藤杖 不是一般的拐棍啊 一人多高 天然的藤子 煮在手中 哎呀 老施主 这 是什么所在 再看这个老人呢 一缕胡须 圣僧 不要害怕 我们 并非歹人 今日 月明星夕 天清气朗 直到圣僧至此 特意 邀请圣僧 到小安一叙 有香茶伺候 另外 有几个好朋友 也要 见一见圣僧您啊 久闻您的大名啊 哦哦哦 三藏法师听了点点头 这个老人话音刚落 就从小溪边 过小桥 来了几个人 三藏法师 顺声音一看 来了三个人 这三个人 都是老人 这三位老者 头一个 满面风霜 第二个 叫绿病婆娑 第三个 走到最后的这个 虚心怠色 总之一节吧 这四个老头 凑一块 不是犯青 就是犯绿 后来的这三个老头 走到三藏法师面前 一边走 一边说呀 听说 有贵客到了 容我等一见呢 三藏法师一看 这三个老人家 都有先锋 道骨 每个人呢 穿青挂绿 另外呢 要不然就是胡子 也是绿的 有的呢 眉毛也是绿的 有的呢 脸上犯绿 不知道这怎么回事 但是呢 气宇不凡 这四个人 凑一块 三藏法师一看 每个人都是守主藤杖 三藏法师 何时行礼呀 哎呀 几位老先长 老施主 贫僧这项有礼了 把三藏法师 带来头一个 这个老人 主的藤杖 用手点指 三藏法师 我给您指引指引 这位 这个老人呢 用手一指 过桥而来 头一位 满脸风霜的这位 这位呀 乃是 孤直手 您看 圣僧 这位 绿病婆娑的这位 乃是 凌空子 最后 虚心怠色 这位呢 叫做 浮云宫 一一引荐 引荐完了 这老头一脱自己 这胡须 圣僧 小老儿 名唤十八宫 有个小号 号作 晋结 上下这三个老头 一口同声 圣僧啊 此乃 晋结 老 这四位 您可记住了啊 十八宫 晋结 老 哎 哎 另外呢 这几位 一一引荐完了 这四老啊 站在三藏法师的面前 三藏法师一看 都守朱拐杖 胡须挺长 甭管什么事吧 哎呀 几位老仙长 老施主 敢问几位 高寿几何呀 三藏法师看不出来 这得多大岁数啊 十八宫 这位晋结老 一托自己的胡须 哈哈哈哈 哈哈 沈僧 小老儿 还年轻 一千五百岁 啊 这您还年轻呢 那么您呢 这第二位 孤直走 一托自己的胡须 哎 我比十八宫 年轻一些 一千二百岁了 第三位 这凌公子 一托自己的 绿胡子 小老儿 一千余岁 一千挂铃 最后这位 浮云公 一托自己的胡须 我呀 一千整寿 那您是老千岁 三藏法师 何时行礼啊 哎呀 几位 都是老仙长啊 贫僧 师敬 贫僧 师敬 这四老一看 圣僧 我等 千有余岁 圣僧 多大年纪呀 哎 贫僧 四十 修级 修级原文 不是我瞎变 真四十 不惑之念 贫僧 四十 整岁 您看 修级跟我 多有缘 照有我也四十 三藏法师 看不出来啊 就是这么的少气 跟学生在一块 就是好 不能看头发 头发单说 这个 三藏法师 在西游记里面写 写到这儿 四十岁 三藏法师 很惭愧 面对着 千有余岁的老神仙 我才四十 我都人搭了 岁都够不上 来 贫僧四十 哎呀 圣僧 几岁出家呀 几位老宣长 自出娘胎 我就出家呀 离开娘胎之后 被人抛入江中 幸亏四中长老相救 所以 小僧母 自要出家 哦哦哦 久闻圣僧 身通佛法 哎呀 自要出家 名满天下 乃是大唐有道的高僧 我等 虽然虚度千载 但是呢 修的是道法 不通禅法 今日 圣僧至此 我等 要在圣僧面前 请教请教 这禅法二字 还望圣僧 开示一二啊 哎呀 三藏法师 一听问这个 不怕 这是我们本门的学问 三藏法师 就站在溪水边 几位老神仙 若说禅法二字 禅者 静也 法者 度也 静中之度 尚在觉悟 但是 要想觉悟 说来容易 做来甚难 几位仙长 您可知 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正法难闻 倘若 此三难并聚 获得 狭满人身 得胜中土 得闻正法 要勤快修行 精进而行 才能 去除尘垢 终得 觉悟 几位仙长 此事 说来容易 做来难 三藏法师口中 说出几句话 禅者静也 法者度也 这个禅 其实也是范文 翻译过来 就是静律 就是静思 那么这两句话 这个不用解释 后边说了几句话 三藏法师呢 说了几个难 有三难 他说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正法难闻 熟悉佛教的人 或者是想了解佛教的人 您看看佛法上中 佛门之中有很多说法 这三难是经常提到的 而且还有 他说呢 六难 叫佛事难遇 人身难得 正法难闻 善心难起 六根难距 有很多困难 比如说 佛法里面提到的 这个佛事难遇 我给您举一个例子 我们这部书的 这个主角啊 玄奘法师 真正历史上的 玄奘法师 离开东土大唐 到了印度 到了佛祖 悟道成佛的那棵菩提树下 菩提加叶 那棵菩提树 当初佛祖在这棵树下 最终悟道成佛 现在您去看 那也是一个圣地 当年 玄奘法师真的 到了菩提树下 那个记载里面说 玄奘法师啊 五体投地 把自己整个身体 趴在地上 我们现在俗话说 叫磕大头 拜下去 我们平常磕头 很多人跪拜 可能都不愿意 不愿意 屈于自己的膝盖 跪下去 因为您傲慢 我干嘛要像 因为您一台偶像跪拜呢 因为您心里面有傲慢 您压下自己的傲慢 提升出敬意来 您就多去跪拜 而且还有一种拜 就更了不起 就是五体投地的这种拜 真的把你自己放下 贴在大地上 这是一种非常恭敬的礼拜的方式 那三藏法师 这位玄奘法师 到了菩提树下 我说的是真正历史啊 三藏法师就 五体投地 在这个菩提树下 磕大头 而且呢 懊悔不已 痛哭流涕 他哭什么呢 他说 佛祖在的时候 我呀 不知道在哪里飘轮 不知道沦落在哪里 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人还是畜生 在哪一个道里面轮回 现在佛祖已经灭渡了 不再是了 我才历尽千辛万苦 来到这棵菩提树下 我的罪业怎么那么深重啊 我怎么就不能赶上 佛祖在的时候 能够亲自教导我 所以 玄奘法师 五体投地 懊恼不已 痛哭流涕 在这个菩提树下面 真伤心的 旁边有好几千个当地的印度的出家人 跟玄奘法师一起痛哭 大家都觉得我们遇不到佛祖在世的时候 他在世的时候多好 可以亲自知道你 但是现在佛祖已经不在世了 所以佛事难遇 而且我喜欢红衣法师的书法 红衣法师有一幅字 写的 我看了以后眼泪就要掉下来 他说 生不知来处 死不知去处 茫茫苦海 思之落泪 我们不知道从哪生出来的 死了以后也不知道头到哪去 在六道之中轮回 所以佛家也说 人身难得 您要真得一个人身 这个太难了 佛祖当初上课的时候 这老师太了不起了 他用各种比喻 各种方法让学生理解这个 佛祖当初坐在上头讲课 就讲到人身难得 然后他就伸手 抓了一把土 就在座位旁边 抓了把土 抓起这土来 一扎手 把土又扔在地上 扔回到地上 但是手上面 这个指甲缝 留了一点土 还有一些残留在手上 一点点 然后他问弟子 是我的手上的土多 还是地上的土多 弟子就回答 当然是地上土多 地上有多少尘土 那么佛祖就说 要想得到人身 就如同找上尘 就如同我手上的土一样 就这么微小的机会 大部分的人 都是地上神 在六道之中轮回 另外呢 佛祖还有比例 抓起一把豆子 黄豆 绿豆 黑豆 什么豆子都行 往那墙上一扔 很光滑的 一个墙壁 抓一把豆子 往那一扔 有几个豆子 能留在这墙上 很少的几率 万一那墙上 出于古包 合适的重力 那豆子也许沾那了 但剩下的大部分 都会堕落下来 所以佛祖当初说 人身难得的 机会就这么少 前文书我说 前部西游记的时候 也说过 茫茫大海之上 海面上 飘一木板 木板中间有一个窟窿 大海底下有一个乌龟 乌龟要探头 到海面之上 呼吸一口 空气 那个探头的时候 能够把这头插到 这个木孔里面 人呢 如果这个众生 在六道轮回之中 能够得到人身的机会 就如同这个一样 就如同那盲规入 那木孔 就这么大的几率 那 曾经就想 所谓佛教里面 就叫人身难得 中土难生 不一定是中国 就有佛法流传的地方 不见得您就 得了人身 您就投生到 有佛法流传的地方 您可能 投生到很 边荒的地方 没有佛法的地方 也有可能 然后说 正法难闻 有的时候 你既然得了人身 生在有佛法流传的国度 但是 有人教给你正法 结果听完了以后 您不信 还有诽谤 还有说各种各样的坏话 这都有可能 非常非常难 所以能够学佛法的人 是很难很难的 所以佛教里面 说的各种各样的难 西游记里面 借三藏法师这张嘴 在这几位老神仙面前 就说了这么一番话 这是禅法 慢慢去参悟 这几个老人 一听点点头 法师真是身通佛法 我等深受教诲 法师 今宵月明星夕 天清气朗 不必在此谈玄论道 法师 我等有意 请法师吃杯香茶 不如呢 饮几句诗如何 要饮诗 三藏法师 我从小学佛 其他的典籍 我也是看的 这个诗上面 功夫下得不深 多多少少还是可以的 那么三藏法师 点头应允 几个老人呢 引着三藏法师 过了小溪上的石桥 来到这三间石头屋子前面 用手一指 法师 就到 小安待茶 三藏法师一看 进了 瞧清楚了 三间石头屋子 中间这一间门上呢 挂着一个石头的匾额 上面写着 木仙庵 木仙庵 再一看呢 这个石头屋子外头 有石桌石凳 环境优雅 空气很好 早春时节 松涛竹运 生生悦耳 三藏法师一看 不必去屋中了 月色皎洁 就在院中吃茶吧 哎呀 这几个老人一看 哦 和尚 好有雅趣呀 好好好 就在院中带茶 就在这石头桌子 石头凳子旁边这一坐 一伙的工夫 赤发红身的小鬼 拖着一个茶盘 出来了 五杯香茶 另外呢 有一盘点心 桌上一放 三藏法师一看 茯苓家饼 这东西好吃 好几年没吃过 西游记上写的 就是茯苓糕 咱们北京的这个书 咱就说茯苓家饼 这个东西 不知道哪还有卖的 还真想吃的 三藏法师一看 香茶已经备好 不敢贸然就喝 几个老人也明白 拿起茶杯来 带头先喝了一口 圣僧放心饮用 法师这才拿起杯子来 好茶好茶呀 茉莉花 喝了口茶 把茶杯一放 圣僧 尝尝尝我们山中的糕点呢 茯苓家饼 尝了一块 三藏法师喝了口茶 吃了口点心 放目一望 好优雅呀 好景致 再抬头看了一看 月上天心 月光如雪一般照下来 树影婆娑 三藏法师 抬头望月 不由得脱口而出 禅心四月 空还朗 旁边 这位近节老一听 哎呀 圣僧好诗性 出口成章 这一句 足可以起一首七律了 这位老人 续了一句 圣僧啊 您说 禅心四月 空还朗 我给您连上一句 诗性如天 清更新 好 剩下这几位老人呢 也纷纷的集结 好剧好剧 大家呢 都来连句 你说一句 我说一句 这首诗呢 凑出来这么几句 三藏法师开的头 禅心四月 空还朗 诗性如天 清更新 好剧慢才 成锦绣 家文不点 唾其真 六朝一喜 繁华尽 四始 重山 雅 送分 这几个老人呢 各自连句 凑出来这么几句 最后说的这句呢 四始 重山 雅 送分 四始 就是 封雅 送 为什么叫四始呢 因为雅分 大雅 小雅 所以分出四类 叫四始 重山 雅 送分 中间的两连 都连完了 要拮据了 四老一看 圣赞 有始 有终啊 您开的头 这拮据 还得您出啊 三藏法师 一低头 小时候 这功夫啊 下得不深 哎呀 这拮据 哎呀 几位老人家 我无此失财啊 还烦恼几位老先长 拮据吧 不不不 出家人呢 善始善终 还是由您来 三藏法师 站起身形 徘徊月下 有了 半枕松风 茶未熟 银怀 潇洒 满腔春 好 好结句 尤其是最后这一句 银怀潇洒 满腔春 圣僧 透露出来 无限的意思啊 妙句 惭愧 惭愧 这几位啊 在这吟诗 这四老一看 圣僧 如此高才 连句 有些委屈了 我等 一定要请教圣僧 一整天呢 哦 要考试 哎呀 三藏法师 三藏法师低头陈吟 呃 搜上这么几句 打油诗吧 四位 请听 障西西来 拜法王 愿求庙点 远传扬 金枝三绣 诗谈锐 宝树千花 莲蕊香 白尺肝头 须禁布 释放世界 力行藏 修得欲象 庄严体 极乐门前 是道场 几位 四老一听 鼓掌叫好 好诗 其实写的是 骂玩意 要说诗 西游记里面诗 真比不了 红楼梦 红楼梦 那是真好 西游记里面 这都叫打油诗 全是歪诗 但是 戒三藏法师 这个口 说出这几句 所谓的 顺口溜也好 打油诗也好 说的其实就是 三藏法师的经历 障西西来拜法王 障西 手里面拿着西杖 就是云游的和尚 那障西西来拜法王 我去念见佛祖 愿求庙典 远传阳 就是我去拜佛取经 就这么个意思 最后要觉悟成佛 极乐门前 是道场 就这么个意思 三藏法师 淫了一整篇 这四老啊 也不知道 他是真觉得好啊 还是 虚凤诚 反正是积节较好 好事 好事 我等 也要淫上一篇 好 这四老 每个人 都淫了一篇 都是七律 淫完这篇诗 每个人呢 全是歪诗 都是附庸风雅 不必细说 淫完这几句诗之后 三藏法师一看 几位老人家 出口成账 满腹朱鸡 贫僧 惭愧 不能再做了 另外 几位老人家 你看 天色已晚 我几个徒弟 还不知道我的下落 恐怕此时正在到处寻找 几位老人家 贫僧 暂且告辞 日后有缘 再与几位老人家 银风弄月 如何呀 哎 十八宫 把守一百 圣僧 天搜上早啊 还早着呢 不要着急 圣僧啊 待到天光放亮 我等亲自护送圣僧 过这座山岭 到时候 自会与你那徒弟见面 圣僧 不必担心呢 此时天色尚早 再吃杯茶 吃点点心 福灵家饼不爱吃 有提拉米苏没有啊 哎 拿上点来 给圣僧接接禅 圣僧一听 哎呀 我今天吃素 这个就不要吃了 哎 几位老人家 实在天晚 我告辞 告辞 站起身形啊 这位三藏法师 要走 十八宫了 用手相拦 什么孤侄子 凌空走啊 全都拦着 别走别走啊 圣僧 天搜上早 再引几句诗啊 几个人这拦着 突然之间呢 就听见 环佩叮当 紧跟着 从远处 两盏红灯 两个轻衣的小童儿 是女童 两个轻衣的小女童 手里面 挑着红灯 这两盏红灯 有远及近 近了 三藏法师 借着星斗月色光滑 借着这两盏红灯 一看 两个轻衣的小女童身后 还有一位绝色的女子 这个女子 长的 那叫漂亮 咱就不给您形容了 您就想去吧 要形容出来 不过就是那些美人字 太俗 这位 那叫漂亮 美若天仙 行动婀娜 上身穿的 酱红色的小袄 下身呢 霉红色的白褶裸 凤样的弓鞋 瞧碗乌云 并边插花 另外 手中 拿着一枝杏花 飘然而至 两个小女童 挑着红灯 引着这个角色的女子 可就来到这沐仙庵前 几位老友 有家客至此 烦劳 引荐 几个老人抬头一看 呦 姓仙到了 怎么说引荐 来来来 家客就在这儿 这位就是 前往西天拜佛求经的 大唐圣僧 三藏法师 姓仙 请来一见 法师 此乃姓仙 两方面指引着 姓仙 拿着这个杏花 飘然下外 待见圣僧 三藏法师 也不敢用手相掺 双手合十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善哉 善哉 都不敢抬头看 低着头 这位姓仙 举着杏花 上下 打量三藏法师 好人品 好相貌 几位老友 圣僧至此 作何消遣了 请见 十方才 我们品茶饮食 那么我倒要请教请教 刚才 做了什么样的诗句 这几位老人家 把刚才 吟送的这几篇诗 在姓仙面前 背诵了这么一遍 这姓仙点点头 果然家具连连 哎呀 几位有此雅兴 我也要唐吐一二 哦 姓仙 也要作诗吗 作诗来不及了 哦 那写副对子 写对子太俗了 几位 都有家师 不如我 作歌一首 献与家客 如何 好 几位老人家 鼓掌叫好 这位姓仙一看 我呀 还有香茶献上 一点手 刚才两个青衣的小童 挑了灯笼 这一点手呢 又进来两个 穿黄衣服的 小女童 捧着茶壶茶盘 茶杯茶碗 进来 先倒茶 尝尝我的茶 哎 高山乌龙 比你们的茉莉花 强得多 您呵呵 把这茶一一针上 三藏法师 喝着茶 云出这功夫 杏仙的 站在这儿 手捏杏花 略作沉思 有了 童儿们 你们 你们 要是会这个旋律啊 可以与我和之 四个小女童 点头 答应 这位姓仙 轻一连步 慢起朱唇 把杏花 在手中这么一举 桃梨芳菲 梨花笑 睡死我 指头春一闹 少摇眼啊 梨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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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桥 水死我 鱼轮 红子 桥 鱼轮 红子 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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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乐就在今宵 圣僧佳克 欢乐就在今朝 欢乐就在今宵 可不要辜负如此良辰美景 网渡人生啊 唱完这首歌 这位姓花仙 捏着这姓花 往三藏法师身边这么一坐 肩膀往三藏法师的肩上这么一靠 圣僧 我歌声如何 三藏法师 双手合十 鹅脚之上 汗珠往下之躺 不敢说话 心里讲 这一路上怎么竟遇见花痴 这位姓仙是真真正正的花痴 旁边这几位老者 十八公 竟节走 新鲜 歌喉婉转 尤其这个词句 太高雅了 另外呢 哎呀 曲调 仓促而成 有些倒字 瞎不远遇 没关系 没关系 圣僧 圣僧 难得我家姓仙 可清眼相顾啊 我家姓仙 从不正眼看人的 只有圣僧至此 我家姓仙才有此意啊 圣僧 万物推却 成其好事吧 我这三间屋子 让给你们呢 这三藏法师一听啊 一拍这石头桌子 拍案而起 跟这姓仙呢 不好发作 一看这老头 老仙长 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乃出家之人 才能行此苟且之事 因尸连聚也就罢了 怎么设下美人局 来诓骗于我 我 我要找我的徒弟去 迈步往外就走 这四老连着姓仙 拉拉扯扯 慢走慢走 拦着这三藏法师 十八公啊 赶紧说 哎呀呀 圣僧答应下来吧 此乃好事啊 这又赶上过年 这多喜性啊 哎呀 三藏法师执意的不肯 迈步往外走 赤发红身 这小鬼 蹭的一下 穿过来 喝啥 好不识趣 我家姓仙 人品一流 女工真知 无疑不好啊 别的不说 就刚才 这一段歌声 值不值 值 值 特欢罢了 那你干嘛不答应 娶个老婆 比当和尚强 那多爱 答应下来 全都拦着 三藏法师 执意不肯 低头往外走 我哪出家人 不能行此 狗血之事 旁边 您还记得 有个虚心怠色的那位 叫浮云走 这浮云走 脉步向前 一巴了 上开 用手一指这十八宫 十八宫 一千五百多岁 怎么做出这样的事来 圣僧是什么样的人 名满天下 人品高贵 岂能行此狗血之事 三藏法师一听啊 顺着顺气 终于有明白人呢 再一听这扶云走 用手一指十八宫 这位圣僧 名满天下 人品高贵 不能行此狗血之事 要想成亲 得有三枚六正 圣僧 我来保媒 三藏法师一听 这哪跟哪啊 哎呀 你们 你们设下如此之局 匡害贫僧 我要找我的徒弟去 死说活说 要往外走 这些人呢 生拦着 三藏法师没有办法 一看 闯不出去 高声寒嚷 托尔 托尔 托尔哪里 三藏法师话音刚落 就听见远处 有人高声寒嚷 师父 我来了 好 欢乐就在今朝 欢乐就在今宵 祝大家新年快乐 咱们新学期再见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